这局进些裤 拿了一把G18C 两个弹鼓 打的达姆弹 穿的5G弹挂甲 最近直播间也是多了很多 玩暗躯突围的观众 相信大家也知道 18也是玩暗躯突围的 双修选手 技术有目共睹 强的压皮 这局我带你们领略一下 塔克夫的下裤 以及G18C 这把枪在端游里面 难度相当之高 基本上没人用 因为你瞄着地板 也会打到天花板 所以只有在非常近的距离 然后瞄着地板 有可能就把敌人给爆头了 来到计算楼的洗药房 捡了一把NK17 捡了在弹夹里面的子弹BPZ 有点拉胯 这局开头我就豪言终于 要称霸军蟹库 让他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修脚师傅 所以这把我的主要任务 就是找玩家干架 然后来到脑溜炸点 开这个炸会有可能 刷很枪的机格 但是这把好像没有刷 然后这上面的文件桌上 会刷机密文件 哦 断了一圈 一个也没有 我暗躯突围也玩了一两个月 黑马楼终于发现了玩家 这时候听见他在打机哥 这个时候我练了一颗摔炮 塔和夫里面的摔炮 是相当容易一发带走的 死 这个玩家也是很秀啊 给我来了个拜佛 拿着一把黄DT打的 霸牛A1子弹 穿的四级弹化甲 这本楼里面有两个 需要用钥匙开锁的武器房间 正好我带了钥匙 我们来看一下 有衣服 来摸一下 看来能不能出一把 主格房钥匙 出货啦 真的 就从来没有摸到过 主格房钥匙 一直都是在市场上买的 来了吧 BSS 再来看一下楼上这个房 要面子 机密情报 按区突围的机密文件500万 可塔和夫的机密文件也就20万 也是随处可见的东西 然后隔壁还有个开锁的房间 我们来看一下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坦克电池 来到印度的时候 听见有一个小布过来了 是一名伪装者 打完我就过来填一下这个伪装者 伪装者的包里会随机刷新一些好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包里 带了3万5的卢布和一根机缩针 这根机缩针能卖5万 然后我又回到脑溜炸点 开启了一顿吃喝 刚吃喝完毕 就来了几波刺激的战斗 也是让我跟表弟直接圆形毕露 打完这名伪装者 然后就填了下他的包 他包里也就装了一些吃喝喝一把 不值钱的钥匙 刚填完就来了一名玩家 他把这个战友们搬到了 他把这个战友们搬走 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 你在搞什么飞机啊 然后我上台准备舔这个玩意在包的时候又听见一个脚步直接来了一波追杀 听见他在哪里 OK这是一个伪装者拉了一把墨新 又出了一把钥匙也是一把不之前的钥匙 还有牛奶 火药 然后再来调下这个玩意在的包拿到一把AK74N 请主播注意自己的言行啊 我的言行有什么不妥吗 请主播珍惜自己的直播间 最终我也是舔的好满好满 想想撤你啊 不一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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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